花莲市公所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花莲分局联合举办联政宣导活动 邀请到花莲地检署检察官陈宗贤 就其专业宣导联政法规 让余会人员认识刑法业务犯罪以及贪污制制条例等等 避免不胜处罚而身先令误 15号上午花莲市公所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花莲分局 在公所三楼检报室联合举办联政宣导活动 特别邀请到花莲地检署检察官陈宗贤就其专业宣导联政法规 而市长威嘉贤也协同公所正丰主任谢文颖 标准局花莲分局正丰市主任陈燕良到场出席 那我们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面向 让每一个同仁们了解到 不论你的身份是什么 只要你在公务机关服务就是广义的公务人员 那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公所的一份子跟机关的一份子 那言行举止也都代表机关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因此来注意自己机关的形象之外 更要确保自己在法律上面的一个重要性 不要轻易的做出了违法的事情 这次除了花莲市公所各克市同仁之外 今天的会议又以殡葬业务廉政宣导为重点 因此殡葬所长陈伯欣也特地与同仁全都到场聆听 检察官陈忠贤也说明 无论是既工工友或约聘雇人员 只要执行跟殡葬业务相关的工作 就是广义的公务员 无论是有行或无行 消极或积极者 只要是在明知故意 违反法令及获得好处 等条件下都属于徒利行为 透过宣导活动 让与会人员认识刑法业务犯罪 以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等 避免不胜处罚而身陷困境 记者徐立琴华林斯报导